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网络教育学院校经直播的课程 那就是本学期的最后第二次 下星期就是本学期的圆满 那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通往行额上的要道 以及行额下的要道 就是校 这在开中谜语有说 那这也是一个狙击避凶 离苦得乐的大道 换句话说 从校道开始推展 个人 家庭 社会 国家 都走向康庄大道 反之这个校道的思想 被批判 被责备 被压抑 被轻视 那整个从个人到家庭 到社会 到国家 其实能够趋吉避凶 离苦得乐的道路 已经没有了 带来的是一个社会 国家 乃至于家庭 个人的一个 前途的暗淡 就要像伦语说 被弃了日月 走向了黑暗 日月是照亮人生的大道 校道也是使人 开阔行雄 走向光明的大道 那在天子章里面也说 天子这个人 他的爱尽 对他父母的爱尽 透过人才团队 把这个教育推广 他带来的是一个天下的安定 繁荣跟富庶 这也是我们上一章要说的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诸侯章 这个诸侯的诸 就是讲到这个列国 列国的国君 那为什么讲到诸侯章呢 因为整部校经 它的架构就是说 这个从第一章里面 是开展 这部经的宗旨 就是校 以及校的药益 分别来显示 校道的修学法 跟校道的药益 那校道的药益里面 特别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各阶层 应该要怎么尽校 以及圣人 怎么以校来自天下 那各阶层怎么尽校呢 天子章 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今天是来说诸侯章 诸侯章 它的经文就是 在上不交 高额不为 智节景度 满额不义 高额不为 所以藏手贵也 满额不义 所以藏手富也 富贵不离身 然后能保其社稷 而和其人名 盖诸侯之校也 诗云战战兢兢 如临三约 如履伯兵 这是和其名人 和其名人 为什么不是和其人名 可见读书 这个不容易的 到底他想和其名人 他的意义是什么 待会我们都要慢慢地说 这部诸侯章 它有两大段 第一个就是诸侯 他怎么保国 怎么和民 怎么保住这个国家 怎么保有他的地位 以及他怎么和谐 他的臣子跟人民 第二段就是 以诗经的大雅 来赞叹这个诸侯 是戒胜恐惧 那这个诸侯 他保国和民当中 他怎么保国呢 他重在藏手富贵 并且依他的富贵 来安邦定国 结论说明 这就是诸侯之效 那这个我们先来看看 诸侯怎么能够维持 他的地位 保有他的富贵 他的方法是什么呢 叫做 在上不交 高而不为 自觉景度 满而不义 在上 就是指说 他是一国之上 换句话说 这个国家的地位 没有比他高 他不交 在上不交 很难 那在上 这个上 要对后面的高 位置高 这个位置高 包括他的权力 包括他的地位 包括他的势力 包括他的政治资源 你知道在民族国家选举 当上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可以分配的职位 职务就以台湾来说 就有两千多个职务 他可以自己分配 美国更多 上万个职位 他可以自己分配 那个政治的资源之多 你下面是难以想象 这叫高 而高 这个而不为 意思就是说 在上的人 如果要在高而不为 他必须靠不交 为什么高会为呢 你要知道 谁能载周 也能复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的地位这么高 你拥有的资源这么多 你的权力这么大 你的实质这么丰富 难免下面能寄予 所以在春秋里面 有子氏其父 他的儿子把爸爸杀了 有臣氏其君 臣子把国君杀了 是不是很危险 那这个地位要如何稳固呢 靠这个不交 真的吗 这么简单吗 再来 智劫景度 就是财政 财政上 一国的税收由他收 所以是富 可是富要节制 而且要景度 景度就是谨守法度 要节制 要谨守法度 如果能够节制 而谨守法度 财富是满的 而且不易 不易就是不易出来 什么叫不易出来 就是不会浪费 不会奢侈 那这样的情况 就是保有贵 第一段是保有贵 第二段是保有负 那下面就说 再三不交 高额不为 他使得这个诸侯 能够长守贵 智劫景度 满而不易 使这个诸侯能长守负 就下一段 对不对 所以 以这个不交 而长守贵 以智劫 而且景守法度 来长守负 所以又贵又负 先说贵 后说负 那因为是 长守贵 长守负 所以叫做 富贵不离其身 你看是不是 一环一环地扣下来 富贵不离其身 时间很长 都能守住 这样的人 保住他的地位 保住他的富贵 能够保住他的国家 而能够和谐 他的名跟人 名就是指老百姓 人是指他的臣子 那叫做盖 诸侯之孝也 大概吧 大略 就是说 诸侯的孝很多 但是这是 刚要 重点所在 下面举出 诗经的 战战 就是一种恐惧的样子 金经 就是一种 戒胜的样子 战战 金经 就是戒胜恐惧 戒胜恐惧 像什么呢 像 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 好像如灵深渊 好像到悬崖峭壁一样 一不小心就掉下去 如履薄冰 就好像在薄薄的冰上 一不小心就陷下去 好 那这个 如灵深渊 长什么样子呢 给大家看一个图 去感受感受 这是 华山的长空战道 这个战道 有多么的惊险呢 大家在攀爬的时候 小心 往左边一看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一掉 恐惧 一掉下去的时候 叫万劫不复 所以 要时时刻刻的小心 这个时候最能形容的叫做戒胜恐惧 那如履薄冰呢 这部车是在远越的时候 过黄河 在内蒙古过黄河 你看 在冬天的时候 黄河的冰是这么的硬 可是在清明节的时候 黄河的冰开始就很薄了 要小心 一不小心 就掉下去了 所以这个人 已经掉到冰里面去了 要救这个冰的 要救这个很难 你不能去救他 你救他的时候 两个人就在冰上 就整个滑下去 因为冰 连他重量都承在不了 更何况是两个人 这个时候 要慢慢地爬 这个人也不能用力 用力会连 他所要扶的冰 都一起下去 所以要慢慢地 吸引来 要往上举 要慢慢地 然后脚要伸出来 然后在第二只脚再慢慢伸出来 千万不要有那个逃生 越逃生越惨 这叫做 恐陷 那个薄冰是恐怕就陷下去 那如果是深渊呢 是就是恐坠 坠下去的时候 难不能复出了 你有没有听过 掉下去的人爬上来 很难 所以再说明 一旦危险而掉下去 一旦危险而陷下去 高位的人 大概这一次夸就夸了 只要夸一次就夸到底 你看危险不危险 那我们再来说 这个 整个孝经里面 大概 把人分为几等 来说孝呢 分为这五等 就是天子的孝 诸侯的孝 清太夫的孝 氏 清太夫 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说的 氏呢 就是公务员 氏太夫是高等公务员 树呢 树人就是农工商 还有其他的技术人员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诸侯之效 可是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们常常是 没有去询问他的意思 你知道孝这个人的能耐 我说一个人的能耐怎么看 叫做浩查而言 什么叫浩查而言 你越觉得平常的事情 他越问 我请问大家 诸侯 为什么不叫诸公 为什么不叫诸伯 为什么不叫诸子 为什么不叫诸男 对不对 大家说 对 我怎么 对哦 你不问我都不知道 对 这就是浩查而言 就是说 你看起来好像都朗朗上口 耳熟能想的 可是你可能连里面的意思都不知道 对不对 诸侯 诸侯的诸 为什么叫做诸 不叫其他 诸侯的诸 就是讲到列国 列国不止一个国家 那为什么叫侯呢 不叫伯呢 不叫公呢 黄坎他的意思就是说 诸侯因为位于诸男诸子 诸伯之上 所以叫诸侯 那我反问黄坎 那我应该叫诸公 对不对 他正好说的 正好可以被攻击 所以你不要以为 大儒讲的都对 那这时候要怎么说呢 就是天子有三公 叫做太夫 太师 太保 所以你叫诸公 就会让人家误会 是不是天子那三公 所以只好叫诸侯 但是 这个 已经是 在这个爵位当中 算最高 因为讲诸公 就会让人家误会 是天子的三公 所以你只好讲诸侯 实际上应该讲诸公 就是对他们的礼仪 那再来 天子跟诸侯都各拥有国 但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 他们各都拥有国 对不对 这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春秋的时候各拥有国 可是各拥有国当中 诸侯叫做列国 天子叫做王国 国王 王国就好像一个中央 然后这个 焉旗 辱 送 举 敬 秦 楚 都像地方 而各省 中央虽然像周朝 他不大 可是他像中央一样 他可以管 所以这叫做王国 王国管的是列国 那诸侯就是各个国的国君 就像现在的省的省长 天子就像国家的领导人 那我们就会说了 诸侯 这个各国 诸国 诸国里面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土地的大小 第二个是爵位的高低 来做排列 可是这个排列当中 也有他不一样的地方 举例来说 楚国这么大 可是他的国君叫做楚子 只有子 鲁国算是弱国 可是他的国君叫公 鲁定公鲁黄公 所以这个排法又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那像朱子 朱就是一个朱元璋的朱旁边一个耳朵 像这个诸国很小 连地图都看不到 可是他的国君是公 像朱与公 坦 孔子问关于坦 这个坦的国家的国君是子 所以这个又好像不是依着土地大 爵位就高 土地小 爵位就低 好像也不是这样 那我们说 诸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阶位 在天子里面 他有宰相 诸侯的地位就像宰相这样 仅次于天子 这个在清朝里面可以反映 比如说 总督 梁广总督 两江总督 湖广总督 湖广总督并不是虎横广 是讲湖南湖北 那这个总督是正义品 上书房的大臣也是正义品 所以诸侯的地位相当于宰相 仅次于天子 那好 诸侯算是位高了 位高 为什么会为而聚 诸侯坦白讲位置很高 在一国是一国的 大家都在他之下 他仅次于天子 这样的人最容易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特别这一章里面 特别讲诸侯的不交 特别讲紧守节度 自节颈度 节制 而且要紧受法度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位置最容易临上慢下 临上就是不把天子看在眼里 因为他的国家可能很大 他的兵力可能很强 那如果没有 这种职位容易临上 就是欺临上面 容易傲慢下面 再来就是说 这个政策如果错误的话 乃至于用人不当的话 容易政局动荡 所以叫做为而聚 危险 而且很恐惧 那我们说 临上慢下 会有什么恐惧的事情发生呢 有啊 为什么 有没有危险的事情 有啊 当你临上慢下的时候 坦白讲 你不把天子看在眼里 你的臣子会把你看在眼里吗 是不是 所以当这个鲁军他在告诉 我们上次论语讲到 鲁军在告诉的时候 就是每个月初一 要到太庙里面 去拿那个月令书 来塞一只羊 来跟周 来祭拜宗庙 来这个按照天子的指示 来执行这个月的事情 他不干了 他不干了 你这么看不起天子 请问鲁国的三家大夫 有把鲁军看在眼里吗 没有嘛 在继孙大夫 在自己的家庙跳八亿五 简直像天子一样 然后三家 孙孙氏 孟孙氏 众孙氏 三家 在自己的家庙 侧转 就是贡品 侧的时候 唱雍师 雍师也是天子的制度 你看 再来呢 好 你大夫不把国君看在眼里 大夫的家臣 会把大夫看在眼里吗 所以继孙大夫的家臣 杨虎 就直住继孙大夫 控制鲁国的国阵 孙孙大夫的家臣侯范 就在孙孙的后 拒着那个根据地造反 你想想看 请问 我刚才讲的那一段 你觉得鲁国的政局安定吗 鲁国只有一个零上慢下 就产生这么多问题 就是没有把天子看在眼里 这个问题就这么多 所以你看那个孔子 在讲事情的眼力 当我们一个阴 一直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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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一个 那么多的果报出现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去回溯他的阴 回溯他的阴 他的阴可能是维系到 我们都不知道的 所以这里面才会说 天子的诸侯 是要在上不交 而且如果在上而交 他包括说 你的臣子也容易谋得你的地位 你的儿子也容易窜你的位 所以在春秋里面叫做 子嗜其父 臣嗜其君 像齐国的成衡 就把齐国的国君 剪攻杀了 那我们说 对啊 没错 尊贵的人 如果要不要危险 他的方法可以是 千下不交 就这么简单吗 千下不交 就能够避开 这个危险恐惧的事情吗 就这么简单吗 是经文 你看那个孔子在讲经文的时候 叫扫文色多意 你能不能这么多的内涵 几个字讲话 所以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大道理 而且他的文字又优美 千下不交 真的是可以解决危险而恐惧的高位吗 真的可以吗 我们要说到说 千下不交的人 他懂得理贤下事 他懂得去尊重别人 他懂得理贤下事 懂得尊重别人 人家说 君使臣以理 臣士君于忠 请问臣子对他忠 会造反吗 会篡位吗 再来 理贤下事 懂得运用人才团队 国家是安定的 国家是安定的 这个国君会保不住位置吗 再来 这个国君 是一个在上不交 所以他对事情会很恭敬 会很重视 这个人会在动机上 麻糊吗 会在过程上 嘲笑吗 会在结果上 不讲究吗 不会 所以在事情上 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包括像民生建设 包括像教育政策等等 他都会做得很好 请问他会危险吗 不会嘛 所以在上不交 就能够使得他 高而不为 高而不为 位置高 可是又不会危险 这个时候叫做 藏手贵 你看 是不是一环扣一环地讲下来 好 那我们说 国君是要牵而不交 形象是像这样的 可是有谁是典范 有谁 特别 我们上次大选里面 特别讲到一个 就是卫武功 卫武功 我们不是讲到说 瞻皮 就看那个积水的岸边 有那个禄竹 禄竹就是 禄草跟竹草 这个慢慢的草 就像卫武功这个君子 文采很好 如切如错 如左如膜 就是卫武功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进步到多少年呢 不断地进步到95岁 我站起来给他三居功 人老了 大概都糊涂 真的 雪如来人说 你年纪大了 你就知道 你活了年纪大 你就知道 你不小心 岳飞就长成张飞 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老得容易昏溃 这个人在位55年 戒胜恐惧 而且 色兮献兮 都是讲到 这个人的色就是庄严 而且有毅力 而且名声很好 这个君子是不可以忘记的 这个人就是卫武功 卫武功在位55年 他帮助周朝平定犬戎之乱 让西周平和地变成东周 再往下走 这个卫武功 他曾经跟臣子们说 你们一定要举出我的过失 一定要劝谏我的过失 我会对你们很感激 你们的教导我不会忘记 而且他会希望你们 此时刻刻地提醒我 在我不注意的地方 有一些祭送 让提醒我 还有一些音乐 来警惕我 让我不要分溃 让我有不可进 让我能够改正我的过失 他不断地起警成子 能够包容闲人 能够执政过失 所以在位55年 这个人最后他在卫国的心目中 简直是圣人的地位 这就是在上不教 为什么他可以不教慢呢 因为他知道教慢之过 不教的功德 教慢的过失太大了 会让下面有样学样 会让闲人远离 会让政策麻糊草率 乃至于因为用人不当 来着远一大堆 但如果是不教慢呢 不教慢容易赢得部署的忠心 容易凝聚人才团队 容易在事情戒胜恐惧当中办好 所以维持高位的秘密 一句话讲完 学如安说 文学博士洋洋沙沙三万个字 还写不出一个道理 他很清楚地讲 一个在上位的国君 他如何保有高位 而且不会危险 不会恐惧 就是在上不教 讲完了 一句切中要喊 那再来 有关财政的部分 一个国家 财政是非常重要的 李二曲先生说 治国的人 他一定要懂得两方面 一方面懂得半政治 半教育这方面 一方面还要懂得财政 那佛教里面的转轮王 里面其中一个叫做主藏城 主藏城就是财经大城 财经大城 好 这个国君叫做富贵 可是却不会奢侈浪费 那这个国君为什么会负呢 因为一个国家的税收 是他收的 他当然负 那富库就充满了 如何是这个满而不易 满而不易 就是说不会溢出来 满而不易 是指说 他不会有这些浪费的事情发生 那不会有浪费的事情发生 包括什么呢 包括说 在人事上 他不会让这个人事 荣源太多 以前 孔子批评管仲 就是官事不设 什么叫官事不设 就是荣源太多 所以财政不会易 不会浪费 不会到最后流失 到最后变成贫穷 第一个就是人事荣源 不会有人事荣源 第二个呢 不会这个 这个 讲究应酬 讲究排场 乃至于公共开销 要讲究的是避免人谋不张 还有避免那些无效的公共措施 像我们台湾有很多文字馆 就盖好以后呢 就养蚊子就好了 那还有呢 就是 这个 扩 像一般的 扩充军备 强兵霸权 穷兵独物 像秦始皇这样 他一定财政支出 一定是 到最后是 这个 没有办法再有财政支出 只好再给老百姓 这个 税收再增加 让老百姓日子过得越痛苦 最后导致国家灭亡 所以 一个国家的税收 如果讲究的是 收来了 可是不要奢侈浪费 就是刚刚才讲的这样的控管 他一定会付足的 可是我们会说 不 国家的税收 往往要支出很多的项目 所以到底啊 都是入不付出 怎么买 入不付出啊 我就刚才讲说 你一定要把钱 用在刀口上 还有呢 这个呢 这个用的时候呢 要懂得去培养人才 你的财政的支出里面 除了民生的建设以外 你要懂得将财政 拿来培养人才 像德国很多的既旨教育 就是国家拿财政 去培养人才 当这个人 他可以投入生产力的时候 国家其实是增加收入的 那我们说 对 一个国君啊 很容易的就得到了 荣华富贵 那个在位置高 而且呢 税收由他收 最以警戒的是什么 当然 刚才已经说了嘛 高位的人容易交嘛 富的人容易奢嘛 可是我说 最以警戒是什么 都是不知不觉的交 不知不觉的奢 这个是最恐怖的 那个不知不觉 就是 讲渐渐的 不知不觉的 不想要怎么样 结果却怎样的 不想要 这个 交慢的 结果却交慢 不想浪费的 结果却浪费 你看乾隆最后呢 不知不觉的 就讲究排长 不知不觉的 就讲究奢华 你看那六次 下江南 搞得那个国库穷困 所以大清帝国的盛事 由乾隆达到高峰 大清帝国的败亡 也从乾隆开始 我这里要特别警戒的 就是那个不知不觉的 不想要怎么样 结果却怎样的 那个是最恐怖的 那个杜甫有一首诗 叫做随风浅入夜 润物细无声 随着风 那个雨进来 你不知不觉的雨就进来了 这个是最恐怖的 一个人 在龙华富贵的时候 就不知不觉的骄傲 就不知不觉的奢侈 那个不知不觉的最厉害 同样的 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好学 一个人的谦虚 如果在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的 每天在进步的时候 他也最恐怖 就是说这个人到最后 得行为 到圆满的地步 像卫武功这样 所以好习惯 也是不知不觉的培养起来 坏习惯 也是不知不觉的培养起来 所以有一个大德 他说 你不要指望 你每天进步多少 你只要努力鞭策自己 每天只要往前进一步就好 你想想看 一个月进三十步 一年进三百六十步 十年进三千六百五十步 你只要每天再进步 你后面的成果是客观的 尤其你把进步 当成一个等流的习惯的时候 你的未来的潜力 是很客观的 那我们说 最后说这个国家的国君 他可以保有设计 那请问 国家又为什么会称为设计 对不对 设计里面说 富贵的人 这个国君是属于富贵的 他就能够保有设计 那国家为什么要称设计呢 设就是土地神 计就是古神 那这个一个立国的人 国家 第一个国君要祭祀的是山川 第二个要祭祀的是宗庙 第三个要祭祀的就是设计 设就是土地神 计就是古神 那这个设计 在北京的紫禁城的右边 就有这个设计坛 这个设计坛在明清时期 那个有祭坛 有拜殿 那个礼拜的那个大殿 那个是朱元璋盖起来的 那这个国君要主持设计的祭拜 来表征对农士的尊重 那后来现在已经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已经不去设设计坛了 所以设计坛现在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中山堂 就是纪念孙中山先生 大概孙中山先生 在这个生日 还有祭日的时候 会在这里纪念孙中山 那好 我们说 可是我们会问 国君保有富贵 而且是常识保有 又如何能确保他的设计 对不对 问你 那我们会说 刚才说过 国君保有贵是怎么保有贵呢 是礼贤下士人才团队 是凝聚臣子对他的效忠 是这个凝聚老百姓对他的勇富 富呢 是能够不奢侈不浪费 并且有效地支出在公共建设上 在民生建设上 公共建设里面 包括这个水沟 粮田 道路 来自于在教育上 懂得人格教育 懂得技术教育 请问他不能保设计 那谁能保设计 这种富贵 是最能保设计的富贵 我们有时候会说 国家就是 很多的支出爱老百姓 结果国君就失去了富贵 不 反而爱护老百姓 反而教育老百姓 反而更保有他的富贵 好 那我们说 国君对国君常保这个富贵 经文说 要合其人民 那请问怎么合啊 当然合啊 因为你大臣们对你拥护的时候 其实老百姓 对国家是很有向心力的 有向心力那就是合啊 还有你的很多的支出 里面是开源节流的 是不奢侈浪费的 是能够有公共建设的 是能够办这个既职教育 人格教育的 老百姓当然心向你啊 当然是合其名人啊 这个名就是 争取老百姓 对你的向心力 所以合 这个人是指 争取大臣对你的向心力 所以就是合 所以整个国家呢 是一个和谐的团队 合 合很重要 你像说 家和万事行 一个家和的 所有的事情都行起来 一个国家合的时候 也是万事行 那我们说 一般的财政啊 都是这样 财富啊 集中在一两个人的手里 而且不会使用财富 造成财聚而民怨 可是这里不是哦 这里是富而 满而不易 满而不易 就是不会奢侈浪费 不会无畏开销 不会讲究排场 不会穷兵独物 不会无效之出 那我们说 以上啊 我们这样说来 为什么又可以称为诸侯之效 因为整篇里面 讲到诸侯要保有贵 用不交保有贵 用这个不奢 保有富 然后呢 藏宝富贵 这个保有国家 然后赢得城主们的向心力 赢得老百姓的向心力 这怎么是诸侯之效 都没有讲他对父母的孝心 都没有 这怎么是诸侯之效 我们应该知道说 天子把天下当成一家的精明 诸侯把一国当成一家的精明 所以这个人 他懂得经营一个国家的时候 把这个国经营得很好 其实那个孝道就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的父母亲 会得到很大的尊崇 会很有体面 会得到老百姓对他的尊敬 这个就是一种孝 所以儒家的孝 小孝是家庭 大孝是重 国家 儒家的概念就是这样 以往一般人说 求忠诚必出于孝子之门 孝子懂得经营家庭的和谐 所以他到国家来 这就懂得经营国家的和谐 孝子在家里面是有公心的 有私心的 怎么会吃孝子呢 这个孝子到国家来 他才有公心的 雪如老人说 用人跟论人要先论公心 如果没有去论公心 坦白讲 风气也搞坏了 这个事情也搞砸了 可是我要说 求忠诚必出于孝子之门 并不是说孝子一定当忠诚 这个要读英明论 是你才知道 有烟必然有火 就是说有果一定是来自于烟 可是有烟会不会结果 未必 幻觉说 有烟一定知道是有火来 可是有火会不会有烟 不一定 你家的瓦斯鲁会不会有烟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有人就说 既然忠诚是出自于孝子之门 所以我的企业要用孝子 我的国家要用孝子 不一定 孝子不一定中 孝子可能他只有 他只有想要把家里面经营好 他可能他不见得要对你付出 其中有一个团队的负责 他就说 他用了一些孝子 孝息 结果怎么都跑光了 我说你就是没有读懂这句话 忠诚一定来自于孝子 可是孝子未必是忠诚 忠诚绝对不是来自于不孝 可是孝子未必甘忠诚 孝子又是忠诚 大概是孝子里面的少数 所以才叫做大孝 这个很多的论识 你只要懂得逻辑的分析 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好 那我们说 后面他以诗经的小雅 来表达国君的孝 国君的孝 就是把国家经营好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在家里面的工心 他的工心能够扩及一国 这就是孝道的发挥 那这个孝道的发挥 他对于 不只是对他的父母 他是尽孝 乃至于对他的祖先 他是最高的尊崇 最后 我们不是在开众秘语讲吗 包括说 传承圣道 让后代 不只是当时人有利 让后代人都能够得利的那种大孝 那个是孔子的概念 真的 孔子的文化的理想 真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 那个文化的见底 那诗经小雅里面 来表达国君要戒胜恐惧 这跟诸侯的孝有什么关系呢 戒胜恐惧的那一分 就是说 一个国君的跪 如果不戒胜恐惧 他就不知不觉的到傲慢 不知不觉的临上慢下 就欺凌上面傲慢下起 不知不觉的人才跑光了 不知不觉的引发臣子们的不满 来自于父 不知不觉的奢侈 讲究的是排场 讲究的是这些应酬 讲究的这些是虚浮的开销 而且很多的弊端 也因为他的奢侈享受 后面就很多贪污腐败的事情发生 国家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朝向于败王 败王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在他不知不觉的骄 不知不觉的奢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贞子在灵命中 引师金小雅的这一段 来说他一生的成就 贞子那个时候也是招门弟子来 他说战战兢兢 如领深渊 如履薄冰 对不对 他也是拿这段话 徐喜明老师说 这叫做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就是说都可以拿来用 只是拿来用的时候各说各的心得 贞子就把戒胜恐惧的 贞子又不是诸侯 他怎么可以战战兢兢 如领深渊如履薄冰呢 但贞子拿这段话叫断章取义 我拿来的是 我在道上的经营 就是这样的戒胜恐惧 因为一旦在道上不能够经营的时候 其实很多灾难就要发生 一旦这些道心失去了 操守失去了 那就一直往前滑 所以截操也不见了 慢慢的见地 也被这些欲望淹没了 整个人的一生 本来是很精彩的 到最后是无足关了 所以要战战兢兢 如领深渊 如履薄冰 恐掉下去 恐陷下去 的那种的戒胜恐惧 用这种对道的 修持的戒胜恐惧 像如领深渊 如履薄冰的 这样战战兢兢 终于是他全身原版 他说无志免父小子 我知道可以免了 然后就安然的过世 以上是整段孝经诸侯章的大义 虽然看起来经文不多 但是他含长的毅力很多 那我们说 这里面有北宋的李公林 他也是以异载道 用绘画来表达孝经 那在孝经里面 这是国君在出游 四匹马 你看线条勾得很美 而且在线条里面 可以看出人物的气派跟庄严 还有这个马车 配合卫兵以及旁边道路的途中 显示出国君的地位高 但是这里面 比较没看出国君如何表现不骄 这个是李公林的画法 那我们看南宋的马合资 马合资 那个马车是很豪贵的 那再来呢 这个国君在前面 坐在马车里面 往前走 这个马往前走 旁边的卫士 来自表征国君的旗子 老百姓在旁边拱手作礼 国君也没有回礼 所以虽然表现国君的跪 可是看不出国君的不骄 还有呢 用马车来表现国君的负 可是没有表现国君的负 其实是很节制的 那个 那个 校记里面说 字节 景度的字 字节 其实就是节制 景度就是谨守法度 你知道谨守法度还包括什么 你知道吗 谨守法度还包括礼上是不可以僭阅的 比如说皇宫的等级 你就不可以超过天子 还有你用的东西 你要符合你的名分 比如说你出来的排场 你必须要符合你的名分 你在你的宗庙跳这个乐舞的时候 你是只能跳六一五 这叫做景度 景守法度 那元朝的赵孟胡 也是根据马和之跟李公林 那往前走 但是 旁边的老百姓对国君拱手 可是国君 并没有去做什么样亲切的回礼 那我们看那个江先生他怎么化呢 江先生的孝敬诸侯章 我们先看第一章出来了 第一章是什么呢 这里面有四匹马 还有伞 还有盖 表征国君的威士 还有旗子 还有老百姓在旁边的欢迎 我们来往前看 第二个我们看什么呢 看到说 这个老百姓对他的欢迎当中 你可以看出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总说在远方的老百姓 两边焦头皆厄 表情愉悦 表示这个国君是有得民心的 从老百姓的表情当中 再来 这个看得更清楚 四匹马 这四匹马里面 可以表现出那个马力 江先生画马是很厉害的 比如说 他从寒干到赵孟吴的马 乃至于他本身 到后里的马场里面去描摹马的体型 马的健壮 以及马的风采 马的神韵 然后还有去表征国君的地位 像这个就是凤鸟 在表征国君的地位 还有刚才的这个闪盖 你看那个人物的表情 是很愉悦的 焦头皆厄 对他谈 我们这个国君对我们很好 你看这就是赢得民心的样子 赢得民心 还怎么赢得民心呢 你看那小孩子摇破烂骨来见国君 这个就表示说 他很赢得民心 他的贵是很赢得民心的 我们的很多人的贵友 是跟老百姓离得很远的 他这个贵是很赢得民心的贵 诸侯讲的贵是要这种贵 你看不但是赢得民心 阿嬷抱孙 赶快来见国君 你看那个老少贤疑 再看 这个右边的这三个人 有戴头巾 有戴魁冠的 你看那个头是往上仰 旁边那是焦头皆厄的交谈 表示很欢迎 这个是仰往上仰 既欢迎又恭敬 就是有那个对国君的向心力 用仰望的方式 再来呢 这个呢 整体的 整体的向心力 你看国君拱手回礼 而且表情很亲切 庄严当中又很亲切 这个 论语里面形容 孔子怎么形容呢 叫做 这个 望之言然 极之也温 这个 生生如也 妖妖如也 就是既严肃又温和 既庄严又温和 既有他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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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质 可是又不妨碍他亲民 我们 我们的 很多人很有气质 可是跟老百姓是很远的 既有气质 又和 又很和和 那 在保有 他的富贵当中 国君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松伯之治 松伯之治就是说 不受龙华富贵的影响 所以贵 他会不交 富他不会浪费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底子就是松伯之治 什么叫松伯之治 这个人 他重点在 充实他的内涵 重点在去利益老百姓 而不是在追求富贵 这就是他的松伯之治 整体的气象 整体的气象是什么 是在风和日历当中 国君出巡 老百姓亲切问候 显示 而且是轻车减从 轻车减从当中 显示国君是富而不易 不会浪费 而且跟老百姓亲切打招呼 显示国君是贵而不交 是藏手贵 藏手富 这样的人都受到老百姓跟城子们的拥护 他当然是保其社稷 和其名人 不是吗 保其社稷就保有国家 和其名人 就是有向心力 怎么不和谐呢 最后总结 总结要说了 国家的这个中 其实是来自于家庭的孝 孝子就是懂得维护兄弟的感情 懂得去讨父母亲的欢心 这里面都是在家庭的经营 这就是公心 这种人到国家来 他会用公心来办事 他是国君 他就用公心 他的贵 其实是为了要凝聚大家的力量 要凝聚人才 要和谐人民的贵 他的负 是要把这个税收 用在刀口上 用在民生建设上 用在教育上的负 所以这种公心的人 这种公心就是他的松博之志 而这样的人 坦白讲 十个孝子里面 大概顶多两三个 不孝的人不可能做这种事 但是孝的人能够有公心去来 维护社会 维护国家 维护天下 这个孝子也不多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一定要使家庭都是进校道 家庭和谐 可是在孝子们当中 真的可以成为国家的干才 国家的栋梁 来自于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还是不多 所以不简单 最后这个孝子要走入经学的学习 弘扬跟传承 这个十个孝子里面 否则让这个风气一旦发展 乱世一定发生 灾难一定发生 祸乱一定发生 那这些都会发生 请问家庭怎么和谐 家庭怎么安乐 社会怎么和谐 社会怎么安乐 国家怎么和谐 国家怎么安乐 这样说来大家都倒霉 所以你看推展校的教育 有多么的重要 保障国家的安定 保障老百姓的幸福 保障个人的康庄大道 这是以上 今天这个孝金诸侯章的 这个简单的义礼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后面再看有什么高见 大家来交流 下课 好 不知道有什么高见 大家提出来 玉乔 老师好 学生有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全世界 各国的领导人 那他都会有一定的任职年限 那可能短短的几年就要换一任 那要如何来适用于这一张 那第二个问题 让百姓富足 那同时也应该是天子的责任 那跟此张扣合 我们要如何来区分 同样是让百姓富足 那天子跟诸侯他们分工上的区别 谢老师 是 谢谢 那个 国家的领导人 可以算是天子 各省的领导人 可以算是国君 他们都有服务的年限 那怎么试用这一张 不管怎么样年限 天子一定是风气的领导 真的 然后大国 现在这个世界 大国更像天子 小国好像诸侯一样 你看有些大国的风气 真的是小国都挡不住 那这个领导风气 一定是天子的责任 那这个 各省的领导人 如何在他的职位上 不要去临上慢下 就是七临上面去慢 傲慢下面 而懂得他的财政支出 钱要用在刀口上 所以各省都富起来以后 国家必富 那刚才语乔也有说 说百姓的富足是天子的责任 那为什么 这里说是国君的责任 国君是 是帮助天子守国 所以当时 周天子下商周是什么呢 是各国分奉出去 这些人都帮助天子守国 就好像说 满清时期 各个总督或者是巡抚 都帮助君王去管这个省一样 而这个省富足 所以往上交 所以富足是各国国军的责任 那这个怎么 所以这个各省 这个领导人 巡抚总督 他不能僭越 不能僭越那个排场 比天子还要有排场 因为他省富起来 不能僭越 甚至不能够 这个 在财政的支出上 是奢侈浪费 他才能够 这个 让整个天下富起来 他才能够让老百姓 对这个省 或是对这个国家 有相信力 他才能够保有他的富贵 所以古代讲的天子跟诸侯 到现在来都适用 好 不晓得有什么高见 好 微点 老师好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历史上的诸侯通常都是 威圣而衰 然后互相 最后就互相攻伐 那就改朝换代这样子 那要怎么拥抱安 就是拥抱富贵呢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 和公务员都是公仆 要与本章如何相同 好 请坐 国家都是圣极而衰 而且是互相攻华 结果改朝换代 怎么样来保有国君的富贵 这个没有错 都是一代不如一代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是说 你如果在上位的人是贵而不骄 那你是富而不易 你这个国家 大家都拥护你 臣子拥护你 老百姓拥护你 你怎么会胜极而衰 胜极而衰是什么呢 是贵不知不觉的就骄 富不知不觉的就浪费 这样吧 你看雍正皇帝过世的时候 给康熙过世的时候 只有存两百万两 雍正过世的时候 国库有三千七百万两 十三年可以让国库这么丰收 而且各省都富足 而且很多的税势下降 他们骗子不是讲 河南的物价竟然跟两江的物价一样 河南的物价可以跟富足的地方一样 你就知道整个国家是富起来的 老百姓富的时候国家必富 可是到乾隆晚年的时候 不得了 你看那个排场 那个奢侈 那个浪费 所以那都是不知不觉的 都是胜极而衰 都是后面的不知不觉的 所以为什么说一个国君 富贵里面最怕的什么 最怕的就是那个不知不觉 所以真子才会说 战战兢兢 如灵生缘 如履薄斌 那个戒身恐惧 所以以前有一个佛门一个大师 他出来的时候 他碰到他的朋友 他就说 我有一个朋友 因为他后面 那个名气越来越大 结果名文立养越来越多 整个学道都变质了 那个朋友就问他说是谁 连子大师说 隔下你 我们都不知不觉的 真的 那我们说 再来呢 现今国家的领导人 跟公务员都是公仆 怎么跟这一章相同 公仆是说 他们为公发心 为老百姓发心的 那一份是公仆 可是老百姓 不能把国家的领导人当公仆 怎么可以呢 儒家的意思是说 一个国要当成一个家庭来经营 一个天下 要当成一个大家庭来经营 所以家长要为他的孩子们 去谋幸福 可是孩子们 不能把父母亲当仆人 对不对 比如说爸爸妈妈 为孩子们煮饭 烧饭 洗衣服 整理家庭 出去赚钱 你孩子怎么可以 把父母亲当仆人 父母亲可以说 我是为了这个家去努力 好像仆人这样 你孩子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 把父母当仆人 我跟你讲 现在很多孩子 只把父母当仆人用的 他觉得都应该的 他那个吃喝拉杀的 全部都是父母供给的 而且他从来不会去管父母的恩德 你看现在公务员 把他公务员当公仆 所以公务员类似是活该 这样是不对的 他可以说我是公仆 我是来服务大家 没有错 可是你老百姓 不能把他当成仆人 怎么可以把他当仆人 所以公仆是公务员自我勉励 他是服务天下人 可是他如果站在一个家庭的经营上 他是家长 子女怎么可以把他家长当仆人 现在的学校教育也是一样 教授 校长都是仆人 学生是老大 这个教育一定不会好的 绝对这种 这种学生毕业到社会 绝对不会去体谅人家的 心中只有他 不会有别人 好 那么还有什么高见 余三 老师好 学生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老师刚刚有提到 在上位者不知不觉的就交 不知不觉的就舍 那如果换作是 人民因为国家的富足而富有了 那是不是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交 不知不觉当中就舍 那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整体的国家的风气呢 也就慢慢的往下滑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 现代的社会跟古代的社会呢 有一些不同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经济需要透过消费的刺激 用刺激消费的方式 来提升国家的品牌 来提升整个经济 那怎么样来 透过这一章呢 来做一个相互的了解 来通达呢 是 请坐 那个百姓的富足 会不会造成社会的奢侈浪费 不知不觉 只要应该说怎么说 在上面的人 如果是领导风气的人 如果是富而不易 什么叫富而不易 我刚才也说过 这个富不会去奢侈浪费 不会去讲究排场 讲究应酬 你怎么会带动社会的奢侈浪费呢 不会去讲究 盖那些无谓的建设 而且建设的目的是 趁机捞才能 要建设才能捞 不建设怎么捞 你如果不去讲究这些 乃至于很多的支出 是为了人格教育去支出 为了老百姓的技术去支出 这个是未来的长期发展 包括慈善 包括官寡孤独 官就是死了先生 官是死了太太 寡是死了先生 孤就是死了爸爸妈妈 独就是老年孤独 这个你都能够 能够在慈善当中帮助他 乃至于说 天灾地变的时候 懂得去救济 老百姓怎么会去奢侈浪费 老百姓都很高兴去缴税 很高兴去拥勿你国家 很多的风气 坦白讲 都是上面带出来 所以 孔子才跟季康子说 狗子之不欲 虽赏之不切 你如果没有欲望的话 老百姓奖励他 做坏事 什么老百姓赏之不切 老百姓都不会去偷倒 再来说 我们现在是鼓励消费 创造经济品牌 坦白讲 古代的节约政策 它其实是把钱用在有利上面 比如说荒年的时候 它出来平衡物价 丰年的时候它来收股物 就像孔子这样 它有懂得平衡之道 那这些 我们现在很多都是 努力花费 努力花费 都是花下一代的 创造GDP 经济成长 坦白讲 都是花下一代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它是拿大量的消耗能源 让整个气候变化 台湾今年就备受其苦 夏天缺水 要么就是暴雨 而且台湾今年的夏天 是118亿年以来的最高温 过两天又有两个台风要进来 要么就是高温 要么就是缺水 要么就是暴雨 这都是鼓励消费 刺激品牌 奢侈浪费 不喜欢下一代的享受 来这一代的应用 造成的结果 如果果然懂得 这个富是拿来刀口上 不要乱用的时候 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富人的浪费 你看那些美国 那些丢掉的 吃不完就全部丢的那些 足够养非洲的穷人 好 这是整个富的概念 古代跟现在是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掌握古代的精神 用于现代 不要有什么高见 吴远翔 老师您好 网路学员陆路五强 请问老师 在这一张经文里面说 要富而不交 但是这个论语里面说 富而无交还不够 进而一步还要富而耗礼 那这一张经文说 富贵不离其身 他可以保其设计 和其名人 那论语里面也说 理之用何为贵 那想请问老师 这个礼跟孝的关系 是否说孝 它是一个礼的 运用上的一个开端而已 请坐 那个贵 贵其实是讲不交 富是不舍 一个国君 他是贵而不交 贵而不交 他懂得去理贤下司 懂得去奢侈人才 人才在你交班的时候 他哪里会帮助你 而且是懂得去 跟老百姓 做一个亲切的沟通交流 这都是维持他的贵 富能够把财政支出 它有用的 偿富于民的概念 那这些 在论语里面 其实是富贵的人 富而不交 论语讲的是富而不交 这里讲的是贵而不交 可是这里的贵而不交 是指国君 富而不交 是指一般富贵的 看到贫民的 贫穷的人都觉得很骄傲 看不起贫民 所以富而不交 而且好理 能够懂得热善好施 懂得热善好施的风气 是谁带的呢 是国君开始带的 自然使得 老百姓对国家 有向心力 这个叫做和 李子用和为贵的和 而不是这个 李子用和为贵的 李子用和为贵是说 李的讲究处是 通达人情事故 通达人情事故 才会跟人家合 李的 李一定要在 人情事故上讲究 否则这个李 推展出去 一定是 自害害堂 所以雪如老人 讲那个李 他非常重视在 人情事故的通达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是 谢老师 那另外想再进一步 请问老师 现在的政治人物呢 常常会过牵 或者过骄 例如说 对人民可能十分的牵下 但是对 是属于他的上级呢 他却反而不懂得牵下 反而过于骄傲 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呢 应该 应该 应该是对老百姓 会很骄 对上面是很骄 那为什么会对上面是很骄呢 你会认为上面的能力不如你 甚至呢 你认为 你可以取代他 所以我才会说 一个国君 他可能在他的国家 是国强 这个兵强的时候呢 他会对上面的人 他开始不客气 那个是会的 所以 会临上 会慢下 那对老百姓会牵 牵 如果说 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对老百姓很亲切的 那个牵是需要的 但是你如果是想讨好老百姓 只是讨好眼前的老百姓 或者为了选举 只是讨好眼前的老百姓 忽略了违政的本质 在争取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争取未来的发展 只顾讨好眼前的老百姓 那是不对的 所以 谦虚是对的 但是谦虚当中 不是讨好 是他有很深的眼光 人情事故的通达 去经营那个钱 还有什么高见 好 那个 好 好 请 老师您好 学生有两个问题 燕华好 第一个是 现今又没有设计 也没有宗庙可计 那我们如何表现诸侯之效 那第二个问题是 老师刚刚一直提到 不知不觉的过患 那其实 我们每天只要进一步 持续地做 他有很多的功德 那么 能否请老师 就日用平常 来教导我们 我们要如何能够做到 每天进一步 谢谢老师 好的 现在没有设计可计 但是我们说原则保住 刚才只是说 贵的人他不交 富的人他不奢 他就可以保住国家 现在虽然没有设计 可是设计的概念是国家 意思就是说 这个省的领导人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可以 他只要是不交不奢 他就能够保住他这个国家 保住这个省 为什么 我刚才说过 这个贵是能够 统设人才团队 统设老百姓 对他的向心力贵 这个富是懂得 把这个钱运用在刀口上 税收 懂得用在公共建设上 懂得用在教育上 所以只要把这个原则保留 精神保留 往下走就对了 那刚才讲说 很多事情最怕的 就是不知不觉 渐渐的 那不知不觉 渐渐的 要怎么运用呢 比如说 你好习惯你保住他 你这个学习呢 你这个学习 比如说你孝经就坚持地学下去 理记就坚持地学下去 那个论语就坚持地学下去 不知不觉的 你就在这个内涵里面 你同达了 真的 虽于必名 虽弱必强 真的 都是那个不知不觉 都是经过几十年的用功努力以后 每天看起来没进步 可是一年下来看起来没什么 两年下来看起来 好像已经有一点味道了 三年了 九年了 二十年了 真的 我看过 比如说 这样的人每天就是用功 谦虚 好学 他就这样 你看起来没有什么 可是 你每天跟他在一起 看起来没什么 可是 不常跟他在一起的人 三年一见面的时候 叫做什么 四隔三年 当挂木相看 三天三年 三十年 真的 都很后悔 那个不知不觉 又这么重要 早知道不知不觉 这么重要 我会在许卢安坐下 不知不觉的 每天又认真用功 都找 千金万两 都买不到一个早知道 那还什么高见 威祥 老师 学生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就是 像这样又富又贵 难道不会怕 有子弟顽固 然后成为败家子 然后导致国家 败王 第二个问题是 有诸解说 就是 照那个经文的排序 是说 我军是先贵后父 这样说法 可以行吗 是 请坐 又富又贵 子弟 他当然容易顽固 顽固子弟 都不会在穷人身上 顽固子弟 就是公子哥 随便花钱 穷人敢吗 是不是 顽固子弟 本来就在富贵人家 可是富贵人家 会出顽固子弟 可是富贵人家 也会出 这个厉害的子弟 你看很多人才 是世家出来的 真的 我说 孝子 忠诚一定来自于孝子 可是孝子 不一定干忠诚 真的 英明论是这样推 那我们说 富贵人家 他会出顽固子弟 可是富贵人家 这个世家 也会培养出 有气质 有见地的 举例来说 我这个贵 如果是能够 礼贤下事的贵 我告诉你 这个贵 最容易凝聚人才 你不是贵的 你还凝聚不了人才 这个富 我如果用在刀口上 我这个富 如果能够 好好的在人才上 培养 用我的富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种富贵 比平的厉害 那子弟看在眼里 对不对 后面看在眼里 看在他前面一辈 是怎么经营的 所以很多的富贵人家 很多的富贵人家 是顽固子弟 可是有很多的 富贵人家 是见多四广 坦白讲 这个人出来办事 还非得 这个富贵人家出来 因为他眼界看多了 反正那个贫穷子弟 那个牛牛 那个手脚都不想 往哪里放 所以古人说 连娶大家奴 不娶小家女 小家女 连瓦斯鲁都不会开 连蟑螂 都很可能 就那种 你这个家大业大的时候 你如果是按 古代那个大家庭 按照规矩讲究的时候 你看那个大家庭 出来的人 那个气象 还有我们这一章的经文 是先讲说 这个国君是高 只要他不交 就不会伪 所以是先贵 那富是这个国君 是满 可是不义 满而不义 所以他能长守富 满为什么不义 因为他叫做 智节锦度 就是节制 而且锦守法度 可是 先贵后富 不是 他的牌法不是先贵后富 不是说 你先贵了 你才有富有 不是 是说 就这个国君 他的爵位是贵 就税收 由他来收是富 是不同的情况说的 不是说先贵后富 是就地位来说 他是天子给予的 是一国里面最尊的 就这个来说他贵 就这个国家的税收 是他收 所以他是富 这样而已 好 不知道什么高见呢 然后一枪 学生想起在论语中有一张 道 千胜之国 尽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那是不是就是 此处的 智节景度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古人云 风俗之厚薄 细乎 一二人之心 那我们要如何来正确地理解 这样一句话 好的 谢谢老师 伟政篇里面说 道千胜之国 尽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那个节用而爱人 你看那个节用而爱人 你明明是富 你明明不用节用 你还要节用 这就是厉害 这个国君厉害 明明很富 其实是可以浪费 我们一般说 穷人才不浪费 竟然富的人不浪费 可是富人不浪费的 不浪费 有两种情况 其实他很逆色 第二种的不浪费 他懂得把钱用在刀口上 该用则用 该神则神 那个雪如老人 他就是这种人 就是说 钱用在刀口上的时候 该用的时候是 绝对不客气 该神的时候 雪如老人的卫生纸是 一张卫生纸 是减四张用 该神是这样神 那我们看那个马桶里面 那个小朋友在擦屁股的时候 那个卫生纸 一推 然后材质全部丢 我到厕所里面 还可以拿起来 再分别撕开几张 放口袋 还可以用 你反而是叫做 公财如命 私财如土 公财如命 像眼珠一样要命 私财如土 就是说 你这个节约的时候 公共的财 你更要在意 更要珍惜 那你富贵的人 你更懂得 钱用在刀口上 那你比贫穷人更厉害 贵的人懂得不教 那你真的会 凝聚到很多的人才 所以那个 节用而爱人 节用而爱人 就是说 这个国君懂得节用 节用就是 把这个钱财 用在刀口上 这个才叫做 真正的爱人 而不是盖文字馆 还有呢 不见识哪有钱捞 还有呢 动不动就应酬 虽然创造很多 经济的繁荣 其实后面都是浪费 那再来 宇乔说 古人说 风俗厚薄 戏夫一二人之行 真的吗 那个 那个 论语上面说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草上风必也 君子之得风 就是指在上为人 君子有两种的解释 一种是有德 一种是有味 这里是指有味 有味的人在上面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草上风 君子是风 小人是草 所以君子的风 从西边往东边吹来 小人的草 就从西边往东边倒 风气的领导 真的是这样 但是风气的领导里面 我要说一个秘密 好的风气领导得很慢 所以论语里面说 善人为邦百年 才可以生残俱杀 一个善人 住职为政百年 才可以把残暴的风气 对质 人人必视而后为人 三十年的主政 才能够把这个人的风气 引起来 可是烂了 一年就好 真的 一个团队也是一样 组成起来千辛万苦 垮的时候是很快 一个家里面也是一样 维持一个家 你看那个孝子 在维持那个家的时候 很辛苦的 可能这边兄弟姐妹的感情 父母亲这边 维持起来是很辛苦的 可是要垮的时候是很快 所以风俗后搏 真的是在一二人之心 那个一二人是什么 他要以身作则 他要懂得去运用人才 他要懂得风气去推广 他不是光一个人做好就可以 不是我们讲的这么简单 我们说以身作则 没有你讲的这么简单 你在家里面以身作则 每天扫地的时候 你的孩子认为 扫地 扫地就是爸爸的事情 你终于以身作则 所以你终于变成公仆 煮饭就是妈妈的事 真的一直煮 以后没有饭了 妈妈 你怎么没有煮呢 真的就变公仆 你以身作则以后 就变成 他就认为应该 所以一定要 以身作则 还要风气的推广 人才团队 帮你风气的推广 推广当中 你就这样做 所以你这个推广 有说服力 而不是你光以身作则 就可以了 什么高见 文艺翔 是 老师您好 网路学员宏毅翔 请问老师 这一章 刚刚老师提到 最怕的就是 不知不觉就交 不知不觉就奢 对治方法 是这一章有提到 要用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 那请问出此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对治法 例如大学的格物自知 或者我们有时候会听说 有不怕念起 唯恐绝词 这一些是不是也可以呢 这些都是在 战战兢兢 如灵深 如履薄冰的色词 才有这些 意思就是说 你非常在意 这些的心引起来 比如说交涉的心起来 骄傲的心引起来 奢侈的心引起来 这就像说 一失足就下去 一旦交涉的心起来之后 就整个人 就往灾难的方向 往过患的方向去走 这种的心 所以在这种 战战兢兢 如灵深 如履薄冰的心情下 才会看 要怎么做 怎么做 要怎么修 要用什么方法 格物自知就是方法 或者是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这就是一个方法 但是你前面 一定要有个心情 就是戒身恐惧 戒身恐惧像什么 像临深渊 像履薄冰 一步踏空就摔下去 是 谢谢老师 那你 那网络学员 鲁鲁还想再请问老师 做善 它是得富贵之道 那请问老师 最大的善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善 最善 它善了孝 本经就是讲到孝 孝有自得要道 通往行而上 通往行而下 通往行而下 就是公心 你看整个孝道 其实就是论公心 所以整个善 最大的善 就是公心 雪鲁鲁说论人用人 先论公心 真的 那个是几十年的经验阅历 真的 先论公心 没论公心 后面都不要谈 那这个公心的人 他也最能通行而上 很简单 善之是要叫公心 有公心的 还是叫有私心的 一定叫有公心的 掏心掏肺教他 谢谢老师 以上是今天的网络提问 是的 那我们这个 整个天子章 诸侯章 其实就是说 虽然天子 他要做的事情很多 但他竟然说成一件事 叫做风气引导 真的站起来 给孔子三聚工 真的 你风气引导就是他 其他人都没有用 比如说我在上面 当天子的人 我每天在那边 交涉淫语 你后下面 我在那边 唯非作歹 你下面怎么搞都没有用 你下面做好都没有用 所以说天子 很多工作要做 没有错 可是关键就是风气引导 而风气引导 关键在他一身作则 真的 就是这么 我常常讲说 中国的经学真厉害 最重要的重点 他讲出来 否则你要强篇大论 你光要论天子之下 我告诉你 你写整本书 还写不完 你要论诸侯之效 你也写整本书 也讲不完 可是你的重点在哪里 天子的重点 就是风气无糖 你别人无可取代 这个有很多要说的 时间到了 就不要再说了 下课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